第一位使用VGA轉接頭的 我們來試試看系統 然後自行團長 這樣會曝露很多事情 不會不會 那今天其實的成果主要就是示範如何 恐嚇城市設計師跟如何讓他們的心情平復 所以畫了兩張圖 那其實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希望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專案的邊界跟那個系統開發的可能邊界先確認下來 所以這樣就可以嚇死我們的語聽 跟讓他知道未來要面對多少個挑戰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軟體開發需求跟以上有些人會使用的方法論 其實就是畫一堆人跟一堆圈圈這樣子 那就是把可能需要使用到這個系統的人都列出來 那我這邊刻意保留了一些討論的過程 等一下我會來現場示範一下 就是我們把可能的人都列出來之後 其中有三種可能一個叫委員 是什麼樣的委員就不提了 然後研究者跟媒體 那其實他們在我們系統的角色 就是他們可能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然後會希望看到一些分析的結果 或者可以讓他們帶去報紙 帶去他們開會 所以他們真實的需求應該是連接到這個 就是如何專業的嘴炮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的系統的這個想像就會有一個認知 就是我們應該要可以協助他們如何專業的嘴炮 那為什麼我們要協助他們如何專業的嘴炮呢? 首先我們要把他們這三個人 因為這三組人的需求是一樣的 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把他們框起來 當然正式的做法會畫一個抽象的角色 對 那一開始我們取的名字叫做收割者 就是你做了一個很棒的網站 那就是媒體記者就來抄了 那當然他們是收割者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在討論說 那這些收割者是我們想要服務的對象嗎? 那最後就 某位大拉就提出了一個很棒的名字 就是其實他們是中介者 那他們做的事情是協助我們 將我們的議題或我們的想法做blocation 那這個blocation就會回到public 那public當然對議題的熱度會上升 但是對我們專案的 可能我們會偷偷的默默的期待 他點到下面這個使用案例這樣子 好 那所以當然我把線都刪去了 那最後來說就是 對於城市開發者來說 他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如何專業的嘴炮 所以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要把它換成正確的系統功能的turn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對應到的系統功能 就是一個資料分析的呈現 那當然就實際上在專案提案裡就有提到 他可能是一個文字雲 可能是一個比較表格等等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再拆解下去 對 然後我們其實花最多的時間在討論取暖這個功能 就是在這個專案中 其實要不要協助這些actor取暖 想申請的人 申請失敗的人 申請成功的人 或我不知道這些人會不會想要取暖 但我幾乎可以確定就是 這個網站的人通常都需要取暖 那其實取暖在實際的對應上 大概就是社群功能的一個想像 就是這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對這個議題有需要 對政府資訊公開有想像 那他們可能會想討論一些東西 他們可能會想互助合作 然後第二張圖在這裡 第二張圖其實就已經比較接近具體的想像了 所以我們再把剛剛的資料的申請者 想要申請的人 再來分等級 那第一個就是路過的人 新手 然後再來就是我真的想要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越錯越勇 就是申請失敗者 可能最後還會有達人 就是就申請成功的 這些都是我們討論真實出現的詞彙這樣子 那所以具體的系統功能可能 我們會有一個類似指南的操作手冊 讓你學會怎麼去跟政府申請資料 然後一些案例的分享 那這個大概就是今天我們這個階段的產出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那這就是以上今天的 謝謝大家